貓茸茸的貓熊緩緩從箱子裡爬出來 歷經長達19小時的飛行 大陸送來的貓熊 寶麗和青寶 抵達華府 展開為期10年的旅美生活 CNN記者提前到四川成都 記錄貓熊運送過程 大陸駐見貓熊給華府動物園 特別選在美國大選前送達 專家認為時間點是經過仔細推敲 專家表示如果川普勝選 美中貿易預計會有激烈對抗 如果在選舉過後再送貓熊 可能會被認為是要故意討好川普 這次美國大選 兩黨候選人都以抗中為基調 賀錦毅陣營也把中國大陸 視為競爭對手 我會保證美國 並不是中國 會贏成競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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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國是最大的危險 在這個國家 大選前美中關係緊張 這時候大陸送來貓熊 也希望能夠緩和一下雙方的氣氛 體育閉新聞綜合報導